20多位學生其中一幅扮演自己心目中的棕口塞 為一年一度的大園國小美術展上菜 他們的扮相跟這一幅大型畫作一模一樣 沒錯 這是今年度畢業班的代表作 集體創作水墨畫 180公分乘以540公分的一個大壁畫的創作 那他們主題呢 是以他們年輕人小孩子喜歡的題材 角色扮演Cosplay的方式 他們希望說水墨不一定傳統的水墨山水風花鳥題材 其實可以結合我們生活的一個情境 水墨創作比較著墨在集體創作 過去他們水墨的一個墨彩跟線條的表現 以及有累積一定的功力 所以說他們在這個集體創作上面 必須要兼顧到整個畫面的構成 構圖的方式 甚至於彼此角色之間的前後空間的措置 這些都是他們在表現的時候 必須同學互相協調 其實集體創作合作其實是不容易的 集體創作考驗學生的構圖能力跟合作默契 而今年的畢業班繪畫風格走的是現代水墨畫路線 完全打破傳統的框架 補鞋匠 傳統的雜貨店 甚至連電影變形金剛都入畫 讓水墨繪畫又走出一條新路 呈現在一個電影院裡面 有很多人在看電影 機器人我是用水墨線先描過 再上顏色 然後再用金色畫一下 除了水墨畫的表現有看頭 美術班的另一個長項版畫創作也同步展出 目前他們的作品正在文化創意園區展出中 民眾不妨可以到場欣賞 就連電影畫台中採訪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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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